那么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称经过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确认在今天早晨5点50分左右 中国余政船余政35001号进入到钓鱼岛海域 在7点半左右余政35001行驶至黄维宇与西北偏北24公里处海域巡航期间 中国余政船还向日方发出了警告要求日方船只迅速撤出中国领海 而据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今天下午公布的最新消息 今天下午1点45分左右又有两艘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 这之后先后有多艘中国海监船进入该区域 而目前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总共有11艘中国公务船 而据法新社的消息称11艘中国公务船当中包括了10艘海监船和1艘鱼政船